马股第一季度复盘 机会究竟在哪 提醒大家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先看一下美国 美国这边 它表现比较好的一季度 11个大的行业 能源占第一位了 然后才是信息技术金融工业材料 然后我们再看这边 一季度大类资产以及奇辣科技 表现怎么样 然后实际上 涨的最好的不是美股 涨的最多的也不是股票 而是比特币 比特币一季度涨了66.58% 日经指数涨了20.93% 越南股市都超越美股了 越南股市涨了14.18% 然后这个原油期货的涨了13.61% 德国才是标普 标普占第六 纳指占第七 刀琼斯都占第十了 然后这个是科技板块 其他科技以及 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市值的排行 它是涨幅的排行 对美达是最大的 然后其次像 比如说这个Meta 然后是里来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想把美股做好 眼光得放长远一点 也说你要想找机会 你更多的是不是看向美国 比如说 AI赛道从美国开始兴起的 它会带动其他国家 已经带上韩国的 能不能带上马来西亚呀 就得看马来西亚能不能快速升级了 好我们看一下 马股一季度的个股的情况 第一季度我做完了 六十天指出涨了5.596 账幅超过100的有8只 账幅超过50%的50只 账幅超过30%的93只 跌幅超过50%的19只 跌幅大于30%的54只 涨幅在加速上张的是500只 下跌457只 赢钱概率45.3 输钱概率41.4 我们再对比一下 每股一季度它的这个赚幅 你看一下 最低是580% 最高是5945 这就一个季度 看到吧 然后它的赚钱概率是61.7 输钱概率35 对吧 是不是比马股好点 然后你看61天 账幅超过500%的34只 账幅超过300%的72只 账幅超过100%的270只 你说是在马股里边翻一杯容易 还是在美股里边翻一杯容易 这容易跟不容易怎么看呢 就是翻倍的股票越多越容易抓到吧 我们再看 这是马股里边的股王 是这个 797 J.E.Sing J.E.Sing 它刚好是从1月2号就一直涨到现在了 一直涨到最近 本周开始跳下来 我们说 归零之后起来 我们说散户一消失就容易写是吧 这是第二波 是不是第三浪了 现在跑第四浪了 这就差不多结束了 是不是 这是马来西亚的一季度股王 这个是月度股王 一个特别不知名的一个股票 它反而是月度里边的股王 MMH 你看它一个月给你涨了多少 一个月给你涨了80% 它涨80% 你能赚50%的概率比较高 它赚80% 你赚100%的概率是零 因为第一 你所在的市场不一样 是吧 你赚个80% 在美股里边可能很轻松就能实现 对吧 你赚580% 你从里边赚80% 不就是吃饭一样简单吗 这个里边 你赚个80% 那你这里是特别牛啊 所以说得换赛道 那容易到那赚钱去 那难咱就先放一放 等它容易再说再回来 你看这个 这个是做房地产的吧 它刚好是从31号到39号 一口气涨下来的 每天都在涨 尤其是最近两周 每天在起 你看 机构大幅登仓 散户消失 就是加速的开始吗 所以这个可以做成一个巡股方案 找共同特征 设巡股方案 接下来就能把这些股票选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三月份的复盘 三月份 马股里边 账幅超过50的 17只 账幅超过30的 36只 账幅超过20的 64只 跌幅超过30的 11只 跌幅超过10的 78只 赚钱概率43 出钱概率37 然后你再看这美股 这法律的模型 26天就赚600了 所以这个法律模型 在美股里能用 马股里能用 所有股票都能用 所有全球国家的优质资产 都在美股上市 然后我们看一下 美股里边的一个 世外桃源股 这个全是世外桃源股 一个周的走势 你看一周都张摆着30 这个是其中一个 世外桃源股 也就是说美股里边 真正可以做到 安逸的赚钱 大师起他起 大师不起他也起 这叫世外桃源股 这种世外桃源股 超过一两百只 马股三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行业的表现 三月份 property又回来了 construction又回来了 然后之前涨得好的 communication consumer financial technology 是吧 utility 然后再看 一季度行业表现 你看utility 是不是又回来了 对吧 账幅超过10的 construction energy property utility 这都是相关联的 整周的表现 涨幅超过1%的 property construction energy transportation 比如你要细细去观察 每天去观察 是吧 你有行业的 那个季度的表现 月的表现 周的表现 日的表现 同样也都需要去复盘的 提醒大家 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到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